如果是我的觀眾 可能都看過我的挑戰吃辣 但是大胃王的挑戰又有沒有看過? 之前自己在家裡限時吃這個整公斤重的拌麵 都已經吃到猛口猛麵了 無論是吃辣還是大食的挑戰 觀眾都叫我愛惜身體 不要賺命搏 那叔叔我這幾年都累了 都真的有一段時間沒有賺命搏 那現在為什麼你還要玩命? 是愛還是責任? 沒錯 就是愛一下你 幾天前我老婆就叫我陪他玩這個限時3.2公斤的霸王餐挑戰 因為我平時對著他就經常救援 所以我以為他只是想讓我感受一下他的感覺 所以才救援 所以我想都不想就回答他 好啊 誰知道第二天他又提到我一次 說我答應了玩這個挑戰 我正應他 你真的想玩嗎? 那他就回答 見過愛夫堅啊 我們平時的正常份量的拉麵都吃不完 這碗整個3.2公斤的怎麼玩 看什麼驅使你挑戰這麼大碗 那他就很勞定地說 好玩咯 我們兩個合力一定吃得完的 除非吃不完的 又是呀 沙特亞白都贏到阿根廷 區區3.2公斤 就算我一個人吃完都不奇怪 不過想想一下 就算吃不完 都是二百多元買單 至少我可以不用想煮什麼 買什麼和洗碗 點雞也有好處 所以我就決定跟他瘋了 話說這個霸王餐挑戰 就是兩個人一組 在限時25分鐘之內 要吃完一碗3.2公斤重的大拉麵衫 在時限之內吃得完的話 就不用付錢之餘 還可以拿走三百元現金券 吃得最快的3組 還可以再吃多次 挑戰決賽 最快的那個還可以再拿到二千元 真是可以說是又吃又拿 每天就開放10個參賽名額 不用特地PM問我是哪裡搞的活動 因為你們看到這條影片的時間 已經過了活動的參賽時間 不過你們如果真的想看別人怎樣 啊不是 看別人怎樣比賽 那還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而這件事就不能說 預約定什麼報名留位 是先到先得的 所以預早去排隊等 我們去到那時候 前面已經有六組人排隊了 本身以為那個位置 只是特地安排給我們排隊用 誰知道那個位置真的用來挑戰用的 原來真的在那裡比賽嗎 但看來看去都沒有什麼位置 只有四個卡位 還有三四個矮巴桌 整十組人那麼多 那豈不是迫在一起玩嗎 錯 誰說十組人都是同一時間挑戰的 人家呢 就把重要的東西說三次 他這條挑戰呢 就分開三批搞 看來都真的很重要 不一起挑戰 公平嗎 沒錯 這個世界就是這麼不公平的了 就算是第一輪進去挑戰的四組 都不是同一時間開始的 因為他們是逐碗煮好 逐碗處理 逐碗拿出來 一拿出來就立即計時開球 所以我們本身已經排隊等了一輪 現在還要繼續等下去 一路排隊等 一路看著前面的人 陸陸陸陸陸陸的開始挑戰 我老婆就問我 那是不是要喝湯才算贏的 那我就偷偷地看看 別人簽好的那份生死狀 果然不出我所料 三十六計真的要喝湯才算 聽聞這裡的湯很重口味 這次的糟糕 等下等下 終於看到傳說中的八和餐 雖然很大碗 但看上去又好像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多 湯也不是很多 應該都喝得完吧 除非弄得很濃 然後果然如我所料 前面四組全藍班 全部都陸陸續續挑戰成功 看來都不是很難 然後等下等 等到連我爺爺追開那個十年 都沒有更新過的YouTuber 都出新片的時候 終於來了我們這碗麵 當我們看到我們那碗麵的時候 我們對望了一眼 然後內心爆了一句 Welcome to Facebook 為什麼這麼多湯 印象中前面四組都沒有這麼多湯 是不是看到前面四組都挑戰成功 覺得很大壓力 所以才壓外加湯給我們 Anyway 一開始我們兩個就忍著熱 不斷地喪嘴麵 基本上沒有什麼咬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 這碗麵太多湯的關係 麵和食材 又沒有想像中那麼鹹 所以都可以一邊吃一邊 不用喝其他東西解渴 但是對著對著又發現 原來的份量 又不是真的很多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餓得太久了 一邊吃一邊都不覺得飽 感覺上可以輕鬆吃光 所以我們就開始變成 一邊吹水一邊吃 完全不像比賽中 就像龜兔賽跑那隻兔仔一樣 囂張 輕敵 完全沒有壓力 到最後五分鐘 剩下很少的麵 所以都盡快爬了入口 到最後兩分鐘 要吃東西都吃完了 剩下的 只有眼前那碗目測 還有成功升的湯 心想 還不讓我們挑戰成功 我看著我老婆 時意想她幫忙喝少少 少少就可以了 我就喝完剩下的湯 但是她已經整個頭行樣搖頭 那我也無謂勉強她 唯有等我來 當我直接捧著大碗 打算一下轟下去的時候 我才覺醒了 少年 啊不是 中年如我 也仍然是太年輕了 原來碗湯才是終極大哥 你不要看到她只是液體 好像很容易對付 以為不用咬 就可以一下子轟掉 那麼簡單 吃東西吃那麼久 一直都覺得沒問題 但是湯只是喝了一半 胃就已經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了 撐到過了界 完全感受到何謂頂你的肺 還要是物理性的頂住你的肺 你有沒有試過 我試過 我真的試過 不要緊 我還可以反頂她的頂 所以我繼續嘗試繼續喝下去 一邊閉上眼 一邊告訴自己 你一直餓鬼 你現在很肚餓 什麼都可以喝 痛苦是假的 只是一場夢 頂上她就可以了 誰知道最後的60秒 真是縮縮不行了 因為我已經感覺到 胃的承載量已經超越界限 沒錯 是超過100%的承載量 胃漲到不可以再漲了 湯已經不能落進胃裡 直接頂住在食道裡 當下那種壓迫感 真的好像在一條客縫裡走著 如果壓力是可以發電的話 方圓一公里恐怕都不需要照明 在那一刻我完全感受到 什麼是沉默時今 因為如果我不沉默的話 我應該會吐和金 世上最遙遠的距離 不是生和死 而是由原本滿懷希望 以為贏得到 但到最後大家都默默地看著 最後的30秒慢慢地流走 對著剩下這87毫升 那種無能為力 time sub chop sticks down 沒錯 挑戰失敗 囂張了 輕敵了 就輸了 比賽認真一點 吃就專心吃 怎麼停在這裡說話 在這個強顏寬笑的合照過後 我就開始想 你問我為什麼想 因為感覺到自己隨時會吐 說話會吐 走路會吐 會吐的時候會吐 所以我只要一路想 分散注意力 其實吐出來的確會舒服一點 不過 我不想一個快樂 就算吐 都起碼要有人陪著你吐 啊 所以為了生活我可以忍 一路想事一路忍 忍到胃不再頂住我的肺 坐了大半個小時才埋單走 不過我想說 就算前面沒有輕敵 那種想吐的感覺 都不是三兩分鐘可以解決到的事 所以見到那個份量 其實跟我一開始心裡的想法都一樣 幸好我們都叫做享受了過程 如果不是一直維持著亡命的喪隊 然後吃到懵口沒面 最後都坐在那裡沉默的話 那真的連過程都沒有享受過 霸王餐的挑戰 雖然只差一點點 不過輸了就是輸了 但是我們贏了過程 那就無憾了 I already gave my best and I have no regrets at all Good Now that's good 不過我認識了我老婆這麼久 從來都沒見過她吃東西 吃得那麼多 還有吃得那麼快 都挺搞笑的